陳沐天 陳沐天 他是我的大學同學 哈囉 大家好 有點緊張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叫做陳沐天 然後我是念教大 然後我是念機械系 其實跟我今天可能講的主句很不一樣 因為其實我大學生活很特別 我只是選了一個系 但事實上你並沒有在這系很認真 努力耕耘的這種人 因為你發現其實還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可能是你更在意的 我覺得也很適合 有些新生剛好進大學來聽 其實大學可以很精彩 我當做教大的學聯會 就是學生會長 我之前也跟學長出去創業 在他公司下面做過事 之後有參加一個叫做YEF的比賽 這個故事我可能就從YEF比賽開始說起 對 這比賽很好玩 他其實他最後不會給你任何獎金 他是個創業競賽 但他最後會把你送到國外去做一個參訪 所以那時候我們那一屆剛好很特別 這是我前年的事情 就是兩年前 那我們那時候被送到英國還有丹麥 然後我們參訪的主題很大一部分 是他們的設計產業 對 那這個東西對我們的衝擊非常非常大 因為我們以前可能第一個想到創業或是科技 但第一次讓你看到原來設計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那我們那時候這個是那邊的一個博物館 設計博物館 然後它是Design Center 它這邊展了一個展讓我很驚訝 因為畢竟我是理工背景 我不是念設計出身的 它展了很多的材料 沒錯 就是材料 然後這些材料可能其實非常的普通 其實你在生活中你看像這個馬賽克裝 甚至這種塑膠材料還有草地 很多東西都是你平常就看得到的 你現在身上至少有幾十種材料在你身上 可是你從來沒有認真感受過它的溫度 看它的顏色 它的觸感 對 那這個博物館裡面都是就是不同 它就是把這些東西放在這裡 讓你摸讓你看讓你感受 一開始我還不知道它在幹嘛 我覺得很特別很酷 然後你就在那邊摸來摸去 這是我們一個隊友這樣 然後後來我們又去參訪它 隔天堡 我忘記時間了 我們參訪它們歐洲最大的設計顧問公司 對 那這個設計顧問公司其實很有趣 它跟剛剛那個博物館一樣 它也放了很大片槍 裡面有各式各樣很好玩的東西 對 然後有各種顏色 各種材料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問它在幹嘛 它就回答說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你去做設計的時候 比起你用千年萬元去形容一個東西的感覺 顏色或什麼 你還不如直接把它拿過來摸一摸 對了就對了 所以那時候我說 哇 原來這是一個這麼有趣的世界 然後我們在那裡的建築 真的丹麥是很漂亮的 它那個河 就是百貨公司就在河旁邊 然後一出去就有人開著船就走了 然後就哇 好爽的生活 對 這真的很漂亮 我們慶祝館就在旁邊 雖然沒這麼高級 但是就是旁邊這種建築 都很美都很美 從那裡回到台灣之後 你就開始想說 到底我們台灣的教育 跟那邊的教育 你跟那邊的人有交流 到底我們差在哪裡 對 那這個是我以前就有想過一個問題 在我高中升大學的時候 我一直認為台灣的教育很有趣 它很貼心 它幫你把每一個科系科目都分得很細 郭音速制設 細到讓我們的學生誤以為 這世界是這樣子發展的 所以我很喜歡舉一個例子 像以前那個清大有的核子工程系 非常有名 大陸很多校友後來就去做核四了 然後你會看到這樣 最近核四議題出來的時候 這些核子工程系 他們就很認真跳出來跟你說 核四很安全 我們設計的非常安全 核能是什麼 啪啪啪講一堆理論的東西 可是 真的回過頭來講 核四掉不起來 是因為它的理論不完全 然後技術不完全嗎 都不是耶 好像是因為政治的關係 好像是因為 可能有些官商勾結 反正總統藝術 最後回過頭來都跟技術沒關係 然後我自己本身練教大 其實我們也是耶 我們教大很多學生很努力在搞工程 結果最後發現 最後出來創業 然後搞了很多功能 我現在有找到 做了很多很有功能的產品 結果最後賣不掉 那回過頭來的原因 還是因為它缺乏了商業 缺乏了行銷 這是台灣教育的問題 它一直不斷的努力的分割切割 就是讓你誤以為這世界是這樣的密集 這是老生常談 蘋果它的成功 除了它的科技很進步 它的商業模式很成功 它的設計很漂亮 所以它是一個跨領域的結合 我們在參訪 不管是建交或是什麼大學 其實他們一直在推動這些事情 像國外的大學 像Stanford 這更有名 他們最愛做這種事 把神醫工程拿過來 把機械抓起來 把設計抓起來 把商業抓起來 丟一個學生 就是讓你們互相認識 不想去激盪 因為這樣才有可能去創造出新的環境 這是我去丹麥那時候參訪的 非常有名的一個叫蛋 可能你們雲科念設計 可能會比其他朋友也知道得多 這張椅子正版可能要上百萬 復刻可能也要幾十萬 對 這是他們家具非常非常有名 它的東西就非常有價值 因為它是一顆蛋切出來的形狀 然後你人如果 它其實是一個蛋切出來的 所以你人在裡面有種非包含的感覺 把我拆 對 我也不太知道它到底是為什麼這麼有價值 不過 我們先回過頭來 其實我們在台灣最常看到的是什麼 啊 產品金牌獎 可能它這個東西設計完之後 老闆就說 我有專利 我有什麼 我有很多功能 哇 我先姑且不論這張椅子設計好 因為可能我不是專業 我沒辦法評斷 我們把這張椅子放到剛剛這一個 剛剛這一個 回來了 這個DM上面 我相信這張椅子只好價格可以再放一個 多加個幾千塊 對 光DM平面設計 就可以讓它的價值增加 對 所以這是台灣的問題 當然我放這兩個 有點對台灣的設計是不公平 因為我相信你們有做很好的椅子 我只是想會對比出設計這個東西 它對於一個產品 或是對於整個國家競爭力 它是很大很大的影響 我們去丹麥那時候的感覺是 不好意思 這樣我忘記了 這個是交大校友的石正榮 他那時候一開始提出科技島 所以把台灣做很多科技創業 或什麼的 可是後來他說 他後悔了 因為其實應該是人文科技島 因為科技沒有人文 其實他並沒有辦法在這個市場上推行 因為他還是不符合人性 為什麼設計這麼難準 台灣的 台灣發展科技IC產業 其實不過幾十年的時間 我們已經在世界上是一流的 問貨命令我已經知道 台大電信手 對我同學 那可是你去看喔 台灣發展這麼久 可是設計有辦法追上歐美嗎 可是很困難非常困難 為什麼科技這麼快 所以設計學很難 原因在這裡 我們問了很多歐洲的朋友 你們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設計交流 我說沒有 因為我們就升上來這樣的環境裡面 所以你很難去大規模去改變 你整個這樣的文化 不管是階級 不管是廣告 這是他最困難的地方 他沒辦法說像 你看大陸 他拼科技 他的IC design 據我了解已經幾乎追上台灣 甚至超越台灣 他才花多少時間而已 那個是可以追的 這個是很難追的 對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思考 到底有沒有辦法 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這是國外的市會 大家一定忘記台灣市會長怎麼樣 我讓大家回顧一下 大概長怎麼樣 好 我跟你講 我直接給你看這個時候 你不知道這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不過我當你追到之後 你就知道什麼叫好 什麼叫不好 好 不要 不要放太久 等一下政府會很討厭 好 這台南有個示威事件 這示威事件很好玩 就是他們 他們辦一個選舉 投票比賽說 就是選台灣 台南的示威 然後藝文界的朋友 看到就大肆批評 任何一個選上 都是台南的備案 我不懂設計 我看起來 我就覺得很漂亮 不過對這個事件來講 我自有一個個人的解釋 就是台灣其實 步伐很厲害的設計人才 我們台灣科技大學的工業設計 在全球排名的那個 我覺得IF的Ranking上 還是全球至少前三的 可是事實上 真正最後做決策的人 跟辦這些活動 跟這些都是 例如說政治人物 例如說企業主 所以我們的設計教育 其實有訓練出一批經營 他們一看就知道 這個東西不好 可是問題是 真正掌權 有權力做決定的人 他們就完全不懂設計 為什麼 因為我們教育分割 那這些業主 其實他也很無奈 因為他說 其實賣出去 消費者也不懂 對啊 我做這麼好設計 消費者也不會買單 所以設計一直都不是單一問題 而是一整個環境的問題 好 其實我們有傳統教育模式 其實就是美術館 美術館它其實非常好 它符合某一些客群 怎麼樣的客群呢 比較懂 金字塔低端 我所說金塔低端 不是說它有錢或什麼 它其實是 你要對設計或是對藝術 你本身就有一定海洋 你才看得懂 要不然像我到現在 我還是不懂壁塔索在畫上 我相信很多人 從小到大 一直說壁塔索很漂亮 很門 從來都不懂他在幹嘛 所以我們希望的是 我們認為好的設計教育 它有兩種 一個是平易技能 一個是時常工作 平易技能就是 它不能像藝術一樣 這麼難懂 時常接觸是 你一定要很長時間的熏陶 你不能說像 在18歲以前 就是在你念書時期 你平均一年有去超過一次的小舉手 哎呦 兩次 三次 好 我相信 這個很專業 這個比較特別 我相信一次也不會超過六個小時 所以一整年加起來 不超過五到十個小時的東西 你相信它的影響力會有多少 對於普遍孩子來講 好 所以我們在想 到底有沒有可能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這個故事又拉到 我回來台灣之後 我們就在想 我們就一直在想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 我又剛好去了大陸交換 去北京清華交換 那是一個完全反差的世界 你懂嗎 就是 歐美好漂亮喔 然後回到台灣 怎麼這樣 然後到大陸的時候 天啊 結果還有這樣的世界上在 他們的設計 我比你再往下一層 對 這樣好像逼你他們 OK 那時候剛好 就是關於那個設計文化的問題 一直在我腦袋裡面 一直醞釀 然後剛好 那時候有個比賽 叫北極光的一個比賽 然後 那時候有一個創業團隊 他們做一個很棒的產品 做一個比較偏社會企業的東西 把他東西都做了多麻煩 可是我看他最後那個簡報真的是 因為我自己也是比創業比賽出來 他的簡報真的是 不知道怎麼講 他就只有字 然後跟旁邊一張圖片 然後去比到很前面 我就前二十強來多少 所以那時候 我就開始幫他修同一天 然後我那時候 在修的過程中 我在指導的過程中 我就開始想說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就問他說 你這東西怎麼來的啊 什麼 後來發現 他的所有的對於簡報 跟所有的想像 都來自於 這種上課老師 所以他設計的東西 其實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對 所以你常常會發現 其實很多東西 他的最後影響 來自於他早期的 這些教育的過程 然後那時候 我就理解一段說 欸 回到剛剛這個問題 真的有可能 就是改變到整個設計文化 或是你長期的這種 熏陶嗎 我們就想到一個idea 就是教科書 對 也就是這兩年來 我後來拍棒棒 到今天在推動的事情 教科書 他很特別 因為感謝我們華然教育 每個孩子平均 大概可能到 念八個小時上 就算你不認真念 老師會叫你把書放在桌上 對 所以這是我們的教育 的狀況 所以他是很長時間的 第二個 他是平面設計 你很常看到一個小朋友 一出生的時候 開始打雕塑 對 看到他在開始畫畫 平面設計他影響非常的廣 對 甚至到現在最紅的網站 其實他跟平面設計 都有一定的關係 所以我們認為他是一個 很好可以切入的點 他不像說 我們要去改變美術館 或是我們要去改變市容 或是我們要改變電視廣告 那麼的困難 所以現在我們就開始 就來推動這件事情 我們相信這個東西 如果推下去 你想想看小孩子 如果從小的用這些課本 用這些說話 至少要在平面設計 或什麼美感教育上 可以領先整個壓招 就是我們試圖加速這個精神 所以我們來回味一下 承受課本 對 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對 因為時間不夠 我就要快速讓大家看一下 其實這些東西 我們現在說的 不是的話不好 但是我相信應該可以更好 所以我在網路上隨便抓一些圖片 就是一些真的需要在市場 就是在市場上競爭這一場 我想說有沒有可能 課本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對 至少 我相信至少在大學的時候 這些小朋友 在升大學之後 設計出來的校園海報 都會有類似這種水準 不會像現在在大學裡面 看到那些海報 對 好 這個是我很喜歡一個學者 他是漢堡的 他在講說 其實現在是 因為就是我們生活條件越來越好 一個國家的競爭力 其實已經提升到 像美感是一種競爭力 所以我們現在在想著這個事情 我們就推了這個計畫 叫做美感教育的這個 教科術感動計畫 然後我們現在 其實我們推 我從大陸來都是去年事情 然後我們就在這一年 都找很多人去檢報 然後最後我們得到一個答案就是 沒有人會理你 沒有人會幫你 除非你做出一點東西 所以我們就決定自己來做 我們就上5B 木質 現在木質也算順利 但還差一點點 對 然後我們就真的去推出 第一本 就是我們把設計做好一點的 這個教科術 對 然後我們帶到學校去 把當禮物送回小朋友 然後跟他們互動 就是9月才剛開學 其實這本書我們才 就是整個 開始製作這本書 就早期設計師 然後製作這本書 才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 所以第一本 還有很多經過空間 我們就終於學到很多 那我們也剛好 也有這個新聞報道 然後其實 等到你真的做了之後 你會發現很多事情是這個樣子 就是當你悶著頭一個人在做的時候 你會遇到很多困難 像我們那時候就是 找一個可能基金會簡報一下 然後他們都不太迷你 可是當你真的把這個事情 做出來一個小小的一步 就是從0到1 接下來你再把這件事情 擴大很多人知道之後 你會發現放棄的人很多 因為有這個消息 有這些新聞 開始可能有些設計師會敲你 開始有些基金會 會問你說有沒有興趣合作 甚至有教育部的教授 他說我們最近也剛好在做這些教材的東西 那我考慮看看我們有沒有合作 然後把你的概念一直放進來 所以很多時候 當你覺得不可能的時候 等到你做了 你會發現有機會 會不會跑出來 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因為說實話 教科書這個產業 它其實比較封閉 而且它比較傳統 它很大 你很難去推倒它 但是我們現在看起來 事實上是有機會的 曾經我們以為是沒什麼機會 我們是一句白癡 很熱血的推薦性 可是當你做出第一本之後 發現小朋友很愛 發現老師很喜歡 發現所有人都問說 能不能幫你忙的時候 你會發現真的 這件事情是有機會 所以我很鼓勵大家可以去 去嘗試 不管在大學 甚至一畢業之後 甚至工作幾年之後 對 你看我們真的沒什麼資源 我們到現在 總共花費才花一點點 才一萬多塊 然後跟一群人花很多時間 在努力做這件事 我們的影響是這樣子 就是給我們一本課本 我們會給孩子做美術館 既然讀書是你最重要的任務 既然美術館那麼遙遠 那我們就把它放到課本裡面去 對 這是我們現在在努力做的事情 謝謝大家 謝謝 由於我們時間的觀念 其實 木天其實它背後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其實大家可以去 待會在會後車 可以跟他做個交流聊天 那我覺得他這個夢想其實很偉大 他 我們華人教育這麼長久以來 都好像沒什麼願意去改變他的情思 他的模式 但是我們都一直在這樣的模式下長大 所以我們的思想才有可能被局限在某樣的空間裡面 就是他剛剛提到的 我們的教育會切得很細很細 所以很容易我們只會覺得說 欸 可能中文就是那樣的 英文就是那樣 或是學歷史就是在那樣的 所以但是其實每個科目都是可以融合貫頭 只是我們沒有去了解到 沒有去發現到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關注一下 木天之後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接下來我們下一位講的 我要做的事 你怎麼跟著我 在那神的麻雞 我怎麼會騙你 都不用回頭 我怎麼會說 這個信心 是